我們剛講說主軸變了又變 但總而言之就是講一句話 不管是仇恨動員 政治操作或單純看謝國良不高興 都是他們罷免的主因 只是現在這個我要請教姚明哥 這有可能會成為隱憂嗎 綠營現在包含民進黨議員 他們都在喊的是 罷免查詢單 這查詢單的郵件預算 大概是粗估他們抓了一個預算 那這個預算相當於是編25000份 所以這所謂公民團體 商海公民拆糧行動他們在質疑說 如果是25000份跟之前外傳藥劑 2萬多份就相符了 會不會太巧了 根本就是先射箭再劃吧 還認為金融市選委會漏洞擺出 查對過程也很粗糙 其實我必須講 這個就是某種程度上就像 比如說之前國民黨立委在 抨擊大法官有 這個所謂的立場 那現在民進黨跟他這些 所謂的霸良團體 當然就要去抨擊 基隆市選委會 為什麼 因為基隆市選委會 是基隆市政府的官員兼任的 所以他們就要去質疑說 你不公正 你不公平 那這個時間點呢 基隆市選委會該做的是什麼 就第一個資訊公開 很簡單 比如說為什麼會有 那個25000份郵寄費 是你提交到 基隆市議會的那一份 所謂的經費預估單上面 預估的 這你不能怪別人 很抱歉 人家民進黨為什麼要說 傳出要寄兩萬份為什麼 你說不清楚講不明白 很抱歉 就是因為你 基隆市選委會拿去給 基隆市政府跟基隆市議會的 這個所謂的預算 就是接下來要花的錢 你編列的這個郵寄費 就是編列了 25000份的郵寄費 那所以你要不要講清楚 為什麼你要編25000份 這才是重點 而不是說不要混為一談 這個跟那個不一樣怎麼樣 那你可不可以講清楚 你到底為了查對寄了多少份 只要講這個就好了 那不要講了半天 我跟你講最後中間選民 像我 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是覺得莫名其妙 為什麼講不清楚 你講不清楚 表示你想寄兩萬份 那為什麼 因為又要連到另外一個 因為他們設定說 如果我寄了 你沒有回我 我就要認定你的這個 這個這個連署書是無效 所以這才會變成說 因為你寄越多份 越多人沒有回 可以剔除的份書就越多 所以就會變成說 好像是不公平 但如果今天查對 按照既有的程序 過去罷免韓國瑜 罷免林昌佐 罷免陳柏惟 都用一樣的程序 就不會有爭議了 我只能提醒金融市選委會 做就是說 做跟以前一樣的事 就不會有爭議 就這麼簡單 那至於比如說什麼 人家去講說什麼 是不是用什麼第二玉背金 那怎樣怎樣 你只要講一件事嘛 為什麼要動用到第二玉背金 今年一定是用第二玉背金嘛 為什麼你去年能夠預料到說 謝國良有罷免案喔 基隆市政府會編列一個 歐勢因為基隆市 明年會有謝國良罷免案 所以呢我要編列一筆 謝國良罷免相關的費用 當然這就是多出來 這就是因為罷免團體 提出罷免才要做 可是這些錢能不花嗎 一定要花啊 都是公部門的錢啊 自由選委就是用公部門的錢啊 那公部門的錢 你沒有編列怎麼辦 就是用第二玉背金 這麼簡單的道理 然後呢說不清楚講不明白 我只能說國民黨執政的城市 最大的問題就是 把小問題 認為這是小問題 所以我不屑回答不用回答 最後搞到變成大問題 這不是在檢討國民黨 這是在提醒國民黨 那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因為講到沙盤推延 其實我已經發現 民進黨已經沙盤推延到 因為不是很多人說 哎呀我們應該要 凍結這個司法院的預算 應該要凍結拿別人的預算 下半年這個立法院預算會期 應該要凍結預算 民進黨已經猜到會用這一步了 所以呢他們最近已經先出招了 在野黨都沒有發現 這個陽明哥在講的是 回到我們剛剛講國會改革 那現在剩下有沒有什麼樣的招可以出嗎 大家也在紛紛的獻策 像亮哥也在講 他認為應該不會全部宣布違憲 否則司法院就完蛋了 我要講的是預算的部分 因為很多人說 對付司法院我們把他預算凍結 把他預算刪掉 然後下半年 只要民進黨不聽話的 不會我們把他預算刪掉 我要講的是 民進黨已經出招 而國民黨在野黨 民眾黨都還不知道的事情是什麼 怎麼出招 軍公教加薪 卓榮泰下禮拜就會拍板 看是3%還是5%還是4% 他們為什麼要很早就確定 軍公教加薪 因為這會跟年度預算綁在一起 到時候你只要 你們在野黨只要敢去砍 任何政府預算 只要敢去拖延審查 敢去凍結 他們就說 他們在野黨在砍軍公教的薪水 在野黨在黨軍公教加薪 民進黨都算好了 在野黨有沒有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我一直強調 用腦 用腦 在野黨比執政黨更需要用腦 因為執政黨有國家機器 有資源 我們不是在檢討國民黨 我們是在 我們是為了檢討民進黨 才期待在野黨有腦 用腦監督 不是吸反射 你們不是王羲之 不要吸反射 什麼都打下去打下去 砍下去 最後我告訴你 最後中間選民會離在野黨而去的話 那就得秤 就讓這個賴清德 卓榮泰他們秤心如意了 我是在提醒大家 包括罷免的事情 包括這些後續的這些修法 為什麼在野黨 沒有辦法得到多數民眾 你們都說 這個傅昆琦總召最喜歡講 我們代表六成民意 在野黨代表六成民意 很抱歉 現在所有的民調 在野黨加起來了不起四成 了不起四成 雖然說民進黨大概也是四成 但是中間有一派人就是 我們並沒有對在野黨有好感的 那這一塊的民意 當然投票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會再重新投票一次嗎 下一次全國一起投票 就是2026啊 所以我還是得提醒 在野黨要去思考 比如說今天任何一個事件 比如說罷免謝國良 如果要進入第二階段投票 你們有沒有沙盤推演 該做什麼 該做什麼 誰怎麼分工 怎麼樣去處理 像最近我又聽到一個訊息 說許小新他要降低他的媒體曝光度 他不想要上太多媒體了 為什麼 我不懂啊 我看不懂啊 他說他就做他該做的事情就好了 我不懂啊 我不懂啊 有聲量的人不做事啊對不對 他不是不做 他說他做分內的事情就好了 那這代表什麼 我認為國民黨現在內部有很大的內部矛盾 如果這個內部矛盾沒有好好處理好的話 可能接下來下半年可能會很麻煩啦 那我只是剛剛先提醒 軍工教加薪綁在年度總預算裡面 是要為了要讓在野黨不敢砍不敢三不敢拖延 在野黨準備好了嗎 面對預算會期 民進黨已經出招了 因為我今天看到有一個契機啦 他們寫說既然凍結了急問急答這一項 那就OK啊 回到了收法前的狀態 那是不是總統選前承諾的國情報告 總算可以兌現了不是嗎 哈哈哈哈 太樂觀了 我只說太樂觀了 先講一下這次大法官凍結的條文有六項 雖然感覺好像不多六項而已 但跟各位報告 對 全部都凍結了 民進黨夭著大法官全給了 通通凍結 包括了國情報告 反質詢 藐視國會人事 同意權 聽證會等等都給了 真的是要五毛給一塊啊 老實講雖然在之前我們就已經有這種想法 預料到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 但當我們真的看到這裁定的時候 我真的還是非常非常的失望 為什麼 因為憲法法庭給出了這個 同意暫時處分的理由 我真的覺得很離譜 而且很荒謬 剛剛講到了 強制總統到立法院國情報告的這個東西啊 賴清德自己講的好不好 選前他在這個辯論會上自己說 不管根據憲法 或者是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到國會去進行國情報告 總統都有義務因立法院的要求 接受立法委員的國情諮詢 選前講得很好聽啊 選後不認賬啊 民黨直接出來抗議啊 說這個總統不能夠去 荒謬 尤其是憲法法庭居然還說 本規定是立法院克語總統的義務 憲法未有明文規定 總統必須做國情諮詢的報告 就完全不知道言什麼東西啊 賴清德講的話 跟現在綠營講的話 包括了大法官在這個憲法法庭上講的話 我覺得都互相自己打臉 再更好笑 藐視國會罪被暫停的理由是什麼 他說被告可能會蒙受 難以回復的重大不利益 但大家要知道 如果受處分的人覺得判決有問題 有爭議的話 是可以提行政訴訟來處理的好嗎 完全沒有難以回復的問題 所以這次憲法法庭 給出的同意暫時處分理由 我老實講 對於很多在野黨而言 只要不是綠色色彩的人而言 我覺得都是一個失敗 贏的人是民進黨 但是輸了是整個台灣司法的制度 跟他的威信 然後接下來最妙的就是 民進黨的發言人 我們的吳先生 先說好了啦 他沒有搞清楚 他現在身為的職務是什麼 他現在的職務是 民進黨的發言人 身為發言人 你不該也不應 去對你的一個不確定的東西 來做評論 尤其是就算你猜測有什麼結果 你也不能夠把他講出來 因為他很確定啊 你說什麼呢 他很確定啊 這感覺起來就很像 這個王一川一樣 很確定啊 我知道一個秘密啦 要公諸於眾 讓大家都知道 我知道 藏不住的喜悅 藏不住的喜悅 一講出來之後被罵了臭頭 被罵了臭頭完之後呢 又不敢下車 王一川說是用膝蓋想著 這個吳貞說呢 他是猜測出來的 我不曉得民眾能不能夠相信啊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民進黨的發言人講的話 就代表民進黨的態度 也就是如果民進黨的發言人 已經可以猜測出來 大法官的解讀是什麼的話 代表民進黨也猜測出來 大法官的解讀是什麼 這就擺明的告訴大家 憲法法庭可能是民黨開的啊 因為他事前就知道了 結果啊 跟鄭文燦一樣預言的能力啊 還沒有開庭之前 還沒有被審訊之前 就已經知道審訊的方向以及內容 這些事情 我老實講對於民眾而言 對於整個以台灣是法治國家的名義而言 都是一個莫大的侮辱跟羞恥啊 以前的司法院院長林洋港說 司法的公信力 像皇后的徵操不容之一 我現在不曉得徵操去哪裡啦 徵操帶得到去哪裡去了 完全不管啊 賴清德上來之後 對於整個司法講得非常好聽 誤網誤眾等等的 但我們現在看到了 我感受不出來 我感受到只有滿滿的政治操作 只有滿滿的政治利益 以及選舉考量罷了 這個事情 老實講雖然不意外 可是接下來還有更多的後續 因為視線就要到了 以現在憲法法庭給出的答案來講 我個人認為視線恐怕也不樂觀了啦 因為都是同樣大法官 來做出同樣的決定嘛 那如果這樣繼續搞下去的話 整個台灣的未來 只會繼續的烏煙瘴性 講句難聽一點好了 民進黨現在雖然沒有一黨獨大 但是以賴清德這種強勢的做法 感覺起來還是要不甩任何的人 這種的結果對於台灣的未來 我覺得一定還是個傷害啊 所以我真的務必希望所有的在野黨好朋友們 接下來碰到一個最重要的一意就是 謝國良市長的罷免案 這絕對會是明年立法委員罷免案的前哨戰 如果我們在野黨的朋友們不能夠團結起來 守護應該要有的價值以及好的市長候選人 那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接下來要損失的 不再是我們的生活以及我們的未來 而是連接下來我們的立法院 恐怕都要再次的淪陷下去 這對於整個國家而言 都是非常不好的做法跟結果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